雷 殺我吹雞 我必滅你 啊 今天 让你尝尝七杀的绝学 让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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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韩主神帝突破化神境 恭喜韩主神帝 我们怎么出头 妈 我们该怎么干 有麻烦 别怕 这你阿玛号称江临地狱 就这么傻 太可惜了吧 没你 求求你 放弄儿媳 你把这个老太婆给你尝尝 把这个老太婆给你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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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自己 04'49 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兄弟们辛苦了 主下散死 对着韩主神经 前 nursery 准备专冀 我要和东下 韩主 你已经统一虎寒十六国 成为谷寒共队 民生已经享车九州各国 如果您清零中下 勢必正道九州 引起各个势力的骚动 那正好 教杀任务 吃点 今天是爷爷寿宴 正好用你女儿的血 来给爷爷祝寿 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你明天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妇女吃我们家五年白饭 我有贡献 不应该吗 对 对了 你女儿被抽血的时候 哭得可惨了 嘴里一直喊着 妈妈救我 妈妈快救救我 看着 可真叫人心疼啊 哈哈哈哈 把她的衣服给我扒了 留住去游街 我要让全江陵的人看看 江陵第一大美女 到底有多下贱 他谁敢弄我的女人 啊 五年了 终于等到你 叶刘天 你 老贼 年轻你少叶加满 竟然被血摘血潮 你不天你居然来死 你居然来死 死的是你 你娘了 你还是那股死掉的 来人 快去给我拿下 你敢在我们两家行车 人 烧烤 瞎儿 你 你 龄天 我们的女儿还在他们手里 什么 我有女儿 不要小小 你睡啦 被他们抓去臭血啦 女儿在哪儿 想知道吗 你再来求我 我最后给你自己 女儿在哪儿 先卸主 他不就被我給弄死了 女兒 殺了我 殺了我 你永遠比想知道你女兒的下落 那你全家給我女兒披脏 你別吵 事兒我有天氣馬上就回來 他回來後就將你躲出了胃膏 殺殺了我 殺了我就永遠比想知道你女兒在哪 我覺得你絕對我 苷尬 鷹 我尷尬 我尷尬 你真是 我尷尬 我尷尬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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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itter 你真是 你真是 現在我們咋這個骨灰彈了嗎 跪下 我要讓你像狗一樣的跪在我面前 不然 就讓你娘錯骨要吹 媽 秦新妍你是江陵第一大沒你又如何 你的男人不是一樣要像我夫人 當年他選你沒選我 你要讓他後悔一輩子 我 定在你往欧阳家在江陵室出名 好的 請 在欧阳家 恐出狂言 不是 你回來了 哈哈 這不是葉家的餘孽嗎 這條爛的秘密還在 我哥是三目戰神 也有一天 時間死定了 葉家 別說我不給你機會 你現在跪下 與我磕三個想法 我就饒你一條心 等今晚 我跟你老婆雨水之歡的時候 我讓你親眼看 她都會看穿下 手個祝禮 我想阿 你現在趕快 你很願意 這是肯定的 但這條件 這個 再次 讓你 parents 後來 你敢威胁我 那我就先灭掉了欧阳下 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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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不会有事的 只要我一个电话 江陵总长萧国全就会立马出动 就算方便整个江陵城 也会找出我们的女儿 欣妍 你 现在小小性命有关 你还在说大话 宠浩瀚 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 你知道这五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既然活着 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呀 但是 我 这么个小小生命有关再担心 也就不能低个头 先满救小小的心理 我赢了五年 就是为了要强大起来 一辈子守护你 守护你的小小迷失安稳 怎么不是对呀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的窝囊陪老公 浑身上下 省省嘴硬吧 既然你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就走过去 我 欧阳静我求你了 只要你放过我女儿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行啊 那你就脱我方面衣服 在这厅里跑一圈 别跑别说自己是个贱妇 你 你什么你 我怎么没逼他 他是自愿的 是不是 我是自愿的 自愿是自愿的 为什么还不脱 咱们就好好欣赏欣赏 你老婆的美妙深知吧 你是这么不相信我 我对你的信心 已经在五年的等待中 消耗待见 小国全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立刻赶到欧阳家 要是晚一秒钟 你这个江陵总长就别当了 你够了 现在女儿已经被她都抓走了 你怎么还在说大话呀 哥 这小子是疯了吧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东夏的一位 说 接着说 你小子啊还挺幽默的 我喜欢 姐姐 咱们就把后面玩一玩 再给他我们都是 倒要看 他能玩出什么话 是谁找江陵总长 总长的亲位到了 今天我哥都不用出手 你也必死无疑 龙队 龙队 您亲领韩事 真是我欧阳家的荣幸啊 哈哈哈哈 听说你们这儿有人找萧 对 就是这小子 既然敢直呼江陵总长的大名 我看他是活腻了 正准备动手收拾他 萧总长吩咐 找他的那位是东夏贵宾 你这什么态度 是不给萧总长面子吗 东夏贵宾 这怎么可能 他就是当年江陵业家的余孽 怎么可能会是东夏贵宾 您可以拿出来 你真的是江陵业家 萧田 真是 江陵总长是什么 算什么东西 他贵宾 看就他狗屁 会不会是他得到了什么消息 莫充贵宾 与弄让你江陵总长 嗯 肯定是 他的孩子 居然等于弄总长 这下十个脑袋都够一样的 你可知道 于弄江陵总长 会怎么样的下去 我不想没见到你 你赶紧走 哎 最近到了这 不讲清楚 他走不掉 不过 作为美人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不如以后 就跟着我保证让你快 一会儿 啊 没想到肖国权的手下这么多包啊 我倒是高看他 自己胡腿就算了 竟敢侮辱我的女人 一发给他道歉 你还嫌臭脱后不够搭擱 他果然是狗 竟然敢对龙卑这么说 你死定了 在江陵敢对我这么嚣张的人 你是第一个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能 哎 快点小匹给我拿下 不要 龙卑龙卑 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给我们要挑战龙非权威的 他脑头里面就是受了刺激 有点不正常 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好 你还叫什么呀 还比我们的人做不快呀 你巧 不再会 我聂集一秒一小时 什么 他人做 他说 屁 搞个半天 原来是不静可能的问题 好 那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还是就位美女董事 乔乎起来吧 你得多理 不是 今晚我本来打算享用他 如果龙队感兴趣的话 我就认同割暗 把他洗干净的送到清卫府 供龙队取悦 老师教授 你不会是三部战神 将您的动作果然不是 哎 龙队 你就是欧阳家是个属生作物啊 啊 那你们要我跟他回去 等着每一口上的地 可以啊 龙队你慢走 让你走吗 你在跟我说话吗 现在欧阳家 你知道欧阳家 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我身上 而侮辱某的女人 十九死 你 爷爷 是你要走 你不是你臭妈妈 龙队你去我 正乖你解决他 我要因为有个弱子 我会动 龙队 马上给新年道歉 我陪我你全吃 还登记得上眼啊 没事 我的人一干动 找死 小的 小的 小总长马上就到 看你一会怎么死 你灵天 把这段子卡了对下 你知道总长之怒 多可怕吗 我劝你 立即自断双臂 免得领受总长之怒 甚至欠给我们欧阳家 小姐 你这次真的闯大祸了 没事 小什么都吓过我 没有人动 女儿现在都失踪了 我就不该指望你啊 你放心 我们消费权得到 我就立马让他找我的女儿 再去 这小总明天是发生事情吗 把龙队打成这样 你赶紧 把他拿下 你再交给赌汤 免得我们欧阳家 收钱 姨爷 自换双臂的 是要我亲自动说 区区一个斯坦普战 有什么三角瓦的功夫 都驶出来吧 那我们让你看看 三不战争的力 总长 你走出来了 你小总犯了 他将来打我 你得挑出主 江陵总长 亲临喊事 欧阳家 彭壁生辉啊 哈哈哈哈 苦寒之地的战神 邀体总队的 卢刺强威 先前 献身将来 给我 一声一指 说 东下国的七星贵宾 将在欧阳家献身 哦 让我得令后 为其 马上是瞻 什么 连东下国那位 也要离境有家的七星贵宾 将在我欧阳家献身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哈 咦 看来我欧阳家 又一飞冲天了 别急 先把这小子干掉 咱们再好好迎接贵宾 对 想把这小子干 你们敢对七星贵宾动手 七星贵宾是 你 真是 叶高 哦 你是真不想要命啊 再敢胡说八道 我就当场把你粉丝 总长 靠近江鬼 也在北居里 不是什么贵宾 总长 只能跟鸡宾了 剑龙 在江陵做龙头 皇家权料的处带 绝不可能是什么贵宾 总长 是关重大 七星贵宾 关乎于东向国体 我们不可能让这个废物 在这里不说话 到时候 得罪了寒苦之地 我们江陵宾出名视角 东向国 也有可能会被颠覆 总长 请允许我 你掉这个废物 肥肥 你别想要放出贵宾 没什么都错 现在怎么错 傲晚 夜狗 数十八 是谁在口出狂言 属下来迟 让卑微之人冲撞了你 请治罪 哟 来了这大肠腿啊 屁股 什么这么多群众演员 给我来这一趟 嘴巴得放开一点 臭屁股 你敢打我 说他是谁吗 说他是谁吗 是谁 叫人萧伯全 白骨 如此强灭 让你小心是我们七星贵宾 你这样接待他 属下要将他们全凤煮煞 下韩主请罪 你是韩主 远 接着远 接着远 这大肠腿 你这眼睛 我是真浮啊 你说你是独刺的薔薇 我还有八分相信 可你说他是什么神帝 我拼 狗屁也不是 狗屁狗屁 狗屁狗屁 不许我怕了 我敢用性命道理 他们绝对是在一起 一起在欺骗你 说不定呢 这背后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今天以我三部战胜的武力值 就来打个讲 苦寒之地 是什么样的存在 像你这种垃圾 给我提鞋都不费 你下辈子 跟苦寒之地 都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混账 想动手 好 我都赔 你 你的拳头太弱了 三部战神 就这点水平 是谁 我真仗四方 除暴安良 保九州平安 你身为三部战神 不但不承担该有的责任 反而士强凌弱 为虎作仓 起嘴当诸 总长 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他 在江陵 赖傻无辜吗 这个人 在江陵 在你的眼皮 地下行凶 这是在打你的脸啊 爷爷 事已至此 赶快发布阻令 让我欧阳战高手 赶回江陵 走 就杀此在 哈 他不足慮 什么欧阳家 事明说在 立刻遇到江陵 教杀 一家涅子 谢灵天 算你能打又如何 我欧阳家族令你驻发生 我大高手马上就到 为我哥报仇许恨 我还要当着你的面臭干净女儿 挖了他的挫子的心 我要让你体会到 什么叫做绝望 就算你杀了我 你也只能等死 欧阳家族令等同于必杀令 百年底蕴 其实你能抵抗 底蕴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底蕴 还要死 你 这真的是寒朱玄露 完了 忽然就冲完了 除我叶家法门时 你可能没想过今天 你杀我母亲事 你可曾傻伙 放开一帮 你如果我妻子的时候 你可曾幸福不忍 你们都该死 只要你放过我 我就告诉你女儿在哪 在哪 不要过来 你女儿在郊区的一家私人医院里抽血 你 你要是去完了 他就真的死了 叶玲天 你不想我 少了 你永远就做真相 真正面积业家 更根据 我们欧阳家 叶玲天 先救女儿要紧 三天 我最后给你们三天时间 这三天 我允许你们召集欧阳家所有使命 包括你们背后的靠山 三天之后 我会亲自送你们上 蔷薇 为了以防万一 让塞华陀随时待命 是 你 妈呀 不知道老子是谁吗 跟老子做罪 小少老命 这是欧阳我爷子的一栋血库 你不能在这里说 不能你妈了个操 再多说一句废话 老子弄死你 滚 小大少 开始了 都给我小心点 我儿子还等着这个小业主的心脏救命呢 如果出现任何差错 要你们的狗命 小小在你里面 叶玲天 竟然还没死 小大少 不求你了 放过我女儿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江陵第一门 竟然反过来求我了 我求你放过我女儿 放了我女儿 你让我灭肖家拳 哈哈哈哈哈哈 灭了我肖家 我好害怕呀 一个叶家的萨家拳 竟然也敢威胁我 来人 你放了我女儿 不然你现在就得死 可以呀 只要现在你跪下来求我 我就把你女儿放过 小大少 我求你了 放过我女儿 金言 你起来 看来有些人还是不识抬举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现在就把那个小孩子的心脏给挖住 找死 叶玲天 你想害死女儿吗 看什么看 再不跪下的话 我现在就弄死那个小孩 我跪 我们都跪下了 放了我女儿好吗 秦星言 你可真够天真的 放了你女儿 那我儿子的心脏怎么办 别动 不然里面的刀可不长眼睛 万一失手划破了大动漫 那学可要飙三尺多高啊 小大少 你要心脏发我的 帮我女儿好不好 上大学那会儿你多高傲啊 帮助拒绝我 现在怎么跟条狗似的 在我面前摇尾起人呢 我求你了 放过我女儿 你不是很牛逼吗 你不是很能打吗 啊 秦星言 放过你女儿可以 但是我就是看她的 让她给我磕八百个小子 还我八百生爷爷 然后你再陪我玩个三千三千 我不会考虑考虑 你找死 你的女儿可在我的手里 你快把我放了 不然她现在就得死 秦林先生你放开放开 肖甲犬都毕业 铁王老子来的那个流露 说他 说大话谁不会 我爹是江陵总长 我舅舅是江夏护国军 驻江陵军区总教堂 你要是敢动我 我把你祖宗十八代都刨出来了 还有你这个女儿 你不是很想救你的女儿吗 好啊 现在就把衣服给我脱光了 让我靠 不然我现在就弄死她 别 我脱 秦夕妍你不是高傲吗 你不是矜持吗 我就是要践踏你所有的高傲和矜持 我就慢慢的折磨你玩弄你 哈哈哈哈 小小 你怎么样 小小 爸爸回来了 你快醒醒了 小小 小小 小小小 你对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没没做什么 她之前被欧阳嘉抽了太多的水 身体本来就很虚 刚才给她打了麻药 混蛋 开始 小小小 小小小 我给你三分钟 我三分钟在哪 让她来医院见我 我把她赶索的 我给你三分钟 铃铃铃铁铁铃铁铃铁 匮羽 你們 冰天 小小好像放心了 他一直在躁躁 小小你沒事吧 快救救我女兒 救了也該救 等我爹來了 我給你把你的女兒把皮衝進去為個 韓叔 你個臭羊兒 做什麼種 他一人他那麼個傷 你敢弄我 住手 爹 你來了 快叫人把他們都殺了 閉嘴 再也不是我兒子了 現在立刻給神帝跪下道歉 什麼 神帝 他不就是爺爺的喪家犬嗎 那是什麼神帝啊 蠢户 快跪下道歉 不然 事情以後我再也不管了自己等死吧 要跪你跪 我不跪 我不跪 我不怕 混账 爹 你打我幹嘛呀 我這兒子 就是嘴硬 一會兒 我讓人把他綁了 給你跪下 你夜夜的事 我已經聽說了 我會幫你追查凶手 我只求你 躺在我的面子上 放我兒子一馬 畢竟我就這麼一個兒子 給你面子 你算什麼東西 我夜靈天做事 什麼時候輪得到你小小的江陵總長來管 神帝 這件事 確實是雅翰做的不對 但他 不知道你的身份 你大人大量 放我兒子一馬 好不好 滿口烏言蕙語 欺辱我妻子 竟然他必須死 看來 是沒得商量了 我早就說過 天王老子懶了都救不了他 哈哈哈 夜靈天 這可是江陵 我是江陵總長 我小舅子 是江夏護國軍 駐江陵軍區祖教頭 長言道 強龍不鴨地投蛇 你今天 真要動雅安 我立刻調動三軍 讓你再強 也絕對讓你允命在這 看來你還不知道 苦寒之地是什麼樣的存在 你給他背什麼話 我給他把他殺了 想死 早就吵架你 別動 能扛住我這一拳 說明有點本事 卻跟這些垃圾在一起為虎作倉 找死 你這個人呢 快把所有的人都叫我殺光他們 夜靈天 你給上家去 等你死了以後 我就把你的老婆 你 你 你還當我的面 殺我的兒子 殺 殺也殺了 奈我何 就算你真的是神地 今天 在這兒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拳頭塊 還是我的子彈塊 為什麼要殺我夜靈 為什麼 哈哈 又為什麼 都得死 你也得死 秦星人也要死 你們全都得死 那我就先殺了你 啊 啊哈哈 神力了 神力姍姍姍姍姍 啊哈哈 神力劳 sessions 不容易啊 我只問你一遍 還有誰能嚇贏 殺害我夜家10 pathway 都死 其中 我就是這個跑水大 去殺其他他們去啊 撒嬌啊 我都是我業家的家臣 啊區區圖可啊是 你讓他付出代價 別殺我 我跟你拼了 明天 曉曉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啊 星妍你放心 有賽華陀在 曉曉不會有事的 韓總 小祖是因身血過多 導致身體虛弱 加上做了麻醉藥 所以才導致他昏迷不息 不過請你放心 我以為他是我安持生命 很快就會醒來 先下去帶命吧 是 曉曉醒了 曉曉醒了 欣妍 以前都是我不好 從今天開始 以後只要有我在 沒有人能夠傷害你的曉曉 林天 沒想到我們也不見 欣妍 什麼都別說了 以後我們一家人 再也不分開 林天 你小心點 我懷疑當初葉家被滅門跟我二叔有關 雖然你現在不比當初 但他勢力龐大 我擔心 不管他是誰 只要他傷害你消息 定讓他血拆血拆 韓主 屬下看到消息 夜靈小姐還沒有死 王家主 解圍了 你們是來看我笑話的嗎 王家主 您說的這是什麼話呀 我們歐陽家 你們夜靈天也是不共戴天 今天我們來 主要是跟您他合作的 怎麼合作 雖說以王家主 您護國軍總教頭的實力 對付夜靈天那條喪家犬 綽綽有餘 但您覺得 他會主動松上門來嗎 說廢話 快說 王家主身安勿躁 我們歐陽家手上 還抓著夜靈那個賤人 據我所知 只要我們放出消息 好怕夜靈天那條喪家全部來了 好 你要把夜靈帶給你 只給我們這兩個夢中捉逼 殺了夜靈天那個廢命 替我外甥放仇 韓主 情報部傳來消息 查到夜靈小姐的位置了 我妹妹在哪 夜靈小姐她 在王家的地下開賣場 正在以戶物的形式被開賣 答 戰神標籍喬文小隊已到齊 只要您一聲令下 即刻踏平江林 死大家族殺我夜家一百零八口 他們想死沒那麼簡單 我要讓他們體會 死亡來臨錢的工具 哥 夜家與你殺我外甥家人的事 想必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特意去外甥 提開生念 開賣會 一來 是給大家送福利 二來 我要等夜家一年來 親手殺了他 提醒我外甥與你家人報仇 您可是富國軍組教頭 這夜家與你敢殺你外甥 該殺確實敢殺 沒錯 只要您一句話 我們父長老虎在所不辭 殺魚孽的事先不及 今天 我給大家帶來一個大禮 放開我 老叔今天別動 死女 你叫夜明 也是夜家明明 關於她的傳說 想必大家都知道 她出生的時候 天降異星 命格 那是極其忘乎的天賦星 只要把他們 與其結合 便能家徒希望 我 你不能好死 我都不會當 哈哈哈哈 哈哈 她自己都要死啊 還顧得上你 哈哈 夠了我喜歡 這女兒我要了 反正只要娶美家 你能先換家子 你不要了 我再舉回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情無人盡可 就是這樣 是不是太便宜了 既然到山東 滾滾滾滾滾 有意思的 現在大家喘家 起牌點力 每家這樣一次 你可以 我來一點點 不要 我說三十八元 忘了 哈哈哈哈 我出一百三十八 五百八 好 放開我 哈哈 我出兩百八 給我八 哈哈哈哈 我妹妹全死 葉佳玉葉 能想到你啊這個 這回有好心啊 哥 你快走 快走啊 既然來了 他還找得掉嗎 繼續給我八 別任何我的客人失望 喂 上 大哥 你快過去 世漢 把我妹妹報 給你留個詮釋 你在做什麼 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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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誰叫傍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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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快走 不用管我快走啊 別人 若是個五號 我給照顧好你 放心 為什麼所有人 全都被死 好不好 我肯定 告訴你 為了殺你這個逆賊 本發又滿了重兵 一家與你 一家與你 現在要 問一下 像我外面 不然 我就殺了你 你敢 你看我敢 你敢 哥 靈兒還想吃你給我做的蛋糕 想幹什麼 哥 記得給我眼睛 一百零八口報仇 殺了這群壞人 不要 不要 哪有那麼人 這個賤人 我要讓你成為人際可負的賤人 我要折磨 你慢慢的玩弄死 有本事你殺了我 謝靈天 你 我害你這個人笨大人 好啊 我真的死去 還是要把那根大人 你瞧瞧 死去 你 我 看到了吧 是 一家的列祖列船 多壯 壯 我好 十百百 別說大話 現在你老堆下 你 我就把你葉家這些列祖列祖的牌 殺什麼盡頭 我 還有這個如花似玉的妹 這麼漂亮的美人 我要是在他的臉上畫個一百零八道 這什麼妖怪 你不可以是不是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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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啊 哥 你不會這麼為你殺了他 我會讓你看著你玩家的人一個一個悲哩 你只會一下 你別家一百零口人的恐懼和絕望 啊 哥 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沒事了沒事了啊 我可是龍蹄子大人的部下 一臉天 你死定了 護國府的人馬上就倒 我要讓你付出代價 讓你感受你妹妹在你面前被淋入至死的感覺 我要讓你生不如死 我要讓你生不如死 誰能殺了他們 不知道 他們一千多人已經在門口了 絕對不可能 到底是誰 怎麼 怕了 可笑 我當的護國軍總教頭 機會打你一個一家一名 你就算人才多就如何 你幫我們別打電話 他是我多年的好兄弟 你就算人才多能多多幫忙幹了 你一定要殺了你 不用打了 我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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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海 你知不知道 你已經快要滔天大背 你有沒有搞錯 你殺了我外甥 江陵總黨的消火拳 我是幾天起刀 你的外甥 最大惡劑是個中心 而蕭國全 唯虎作差 最大惡劑 而你更是罪該萬死 我王東外界 喊你神力 喊主 他都不能喊主神力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又得放掉 就想說他是神力 一介樓椅 只能知道 神力的強大 神力的強大 我不知道他是神力 罵神力 最難自死 我的王 我 我真的就要錯了 神力 我真的杀了這個逆賊 不清楚 业家被滅了 他也不採用 我要讓他看著他王家 被滅了 王家所有人 一個不留給我拉起幾天 是 你杀吧 杀了我你也得死 龙天爵大人马上就赶来了 迎接你的只要死亡 龙天爵 我他来了 为赵沙狐 你就吹吧 就算你是神的又如何 龙天爵大人 龙天爵大人 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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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让他好好看看 他所谓的龙天爵 在我眼中 什么样的垃圾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没事的 这些人在歌页中 不认识有意 一说可平 好大 做凭你 也可以让龙天爵大人出手 你也不认识 好 我说你 还好 你及时得到了龙天爵大人的消息 没想到 这叶家把云云云也没 真的 把这个王室 退了 欧阳不告 你可算九啊 我算你 你当我冲給叶家的时候 你讓我欧揚家手刀提出 我到了 夜靈天 就算你是神帝又如何 仁天爵大人馬上就到 你今天必死 放肆 對神地大人不盡找死 你才找說 我看你是當總當犯了 三長輩 這二位是仁天爵大人的親殘祭祀 要殺你們 都不用仁天爵大人親自出生 仁天爵大人 仁天爵大人 麻煩二位受累 給我殺了他們 神地是嗎 早就聽過你的答案 今天天爵大人 今天天爵大人 還給我心裡 增長 殺了神經 還給你點名字 下次就多了 哈哈哈哈 錯給你了 忍著神地動 我一人足以 神地 曹薇請戰 狂風 小朋友 小朋友 水 恰恰 他这么厉害 他自己怎么不来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肯让 林天杰大人身子动手 那是因为他怕死 他根本不敢来 欧阳静 你蛇蝎毒腹 心音好歹可算是你的表妹呀 你居然如此残害他 今天若不让你付出代价 千里难中 你不能杀我 你若杀我 我也必死 杀你 那就太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我让你永远活在痛口之中 强威 别打了算了 再打下去他就死了 死 你没有我的允许 阎王炎都不敢收他 你如果想报仇的话 你随时会来冲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痛不欲伤 野灵天我要让你不能好死 再打下去 再打下去 我去追他 算了 变成 我怎么死 更何况 吊出他背骨的大鱼 凌儿 哥刚才的样子是不是太吓人了 他殺我夜間一百餘口 那是他活該 不提這些了 你留在這裡善後 我要讓我夜家的列祖列宗 重虧我夜家祠堂 神弟放心 這件事情交給屬下去辦 神弟 知道夜家被毀 你們有落腳的地方 屬下都帶 給你準備了一個住處和五十億 你有心了 今天的事情要全面封鎖消息 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 另外 你再把我妹妹 安排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神弟放心 哥我不走 聽話 等這件事情過去以後 哥那接你回來 那那你一定要說到 替我向嫂子問好 好 這段時間啊 你就好好玩一玩放鬆放鬆 神弟 竟然比傳說中的還要強的 怪不得那位 要儲心竭力的除掉夜家 只是 他們的計劃 又要落了大人 你 我把天龍的血沙都給贏了 你殺掉 你為什麼不去 你若是去了 那個愚孽必死 那人 是我不去 而是我神功即將大程 在這緊要關頭我不能出事 不過你放心 等我踏入天人境 這世間 將 將 無敵 無敵 那是不是連苦寒之地 都要聽從你的號料 大人 歐陽家和王家都被滅了 就連蕭國璇和天龍雪沙也死了 你怎麼告訴我 一群廢 連一個夜駕暈夜都死了 但我聽說 夜靈天可是韓主神帝 這就怕 四大家族只剩合照了 明明 告訴我 現在是他處理的事 既然明的不行 就來看看 日子內 夜靈天的屍體 我 明白 記住 夜家人 一個問題 你到底走不走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說了我不會回去的 你個死丫頭 夜家人都死光啊 你不回去你去哪 叶林天在哪我就在哪 我听说欧阳家人都被他杀过 他就是杀人犯 你跟着他有什么好处呢 欧阳家杀我叶家愈叛愈靠 我不该杀了吗 我也是欧阳人 欧阳你连我也杀了吗 妈 你说什么 从你嫁死欧阳家的那一天 你就已经不是欧阳家的人了 你又没有参与那件事 叶林天怎么会那样对你呢 我告诉你 不管欧阳家做的对不对 他杀人了 他就是杀人犯 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跟着一个杀人犯 你快 欧阳从小被你这样宰奥养 从小到大你有管过他 你有承担我当武器的责任吗 你 好了 林天不要说了 你走了呢 好 你这是非要把我逼死不可 怎么告诉你 你也已经发话 你不回去他们就把我看 你妈怎么这么多年 我就靠欧阳家养人了 你不回去 不是吃什么喝什么 你是要闭死了吗 你妈怎么这么多年 我就靠欧阳家养人了 你不回去 不是吃什么喝什么 你是要闭死我吗 月星妍只有生与之恩 并没有养育之情 看在你是新年轻生母亲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做一些补偿 补偿 你拿什么补偿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 叶家的叶公子吗 你才能给我买车呢还能给我买房 我在云墙别墅 有一套房 云墙别墅 你吹什么牛 你也觉得人子 你从哪都能不能够钱 你可知道 那你随便一趟别墅 你家这上本意 我会给新年一个家 取决的一二一 算了个什么 还区区百亿 落败了凤凤凤 你现在跟你的上家 他有什么特别 你吃哪种大多多钱 你怎么能这么说一零天 我这么说的不对吗 就是他把你小小害的受苦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拿不住 小姐给你机会 你还要把你小小的 你还要把你小小的 你想做什么 好了 我被信仰在奥林家 是有别的原因 我回头再跟你说 我们先去看房吧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立马让你和新年离婚 装什么大一巴狼 你要是在这没有房子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欢迎贵宾光临 他在这里真的有房子 几位贵宾 里面请 我带你看房子去啊 各位贵宾 这边请啊 何少爷 你带着这条丧家裙 干嘛去啊 上面不是说有大人物要来吗 我这不是在服侍大人物的吗 大人物 就他 哈哈哈哈 他就是叶家的丧家裙 还狗屁大人 我告诉你 你要是接待他的话 就是跟我们四大家族过不去 你 你原来是在放假之前啊 尽管在这装大工作 赶紧滚 你瞧瞧你瞧瞧 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会吹牛 你跟着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 妈 别这么说 这林医院比如说也是你的女婿 我才不要这样废的女婿 赶紧给她离婚 妈再给你这么有钱啊 真但你偷眼看清楚 我是不是你要迎接的大人 叶家都已经没了 你还以为自己是叶家大少爷呢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屁的不是 赶紧活惹到了真正的大人物 让你吃不了都去走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让营销别社负责的人 千有财股突然见闻 我不想我就让他死 哈哈 你都已经是一条丧家之犬了 还敢在这装啊 知道钱总是何等的尊贵吗 还敢让他死 我看死的人是你 再一口一个三家犬 我现在就让你死 他他他他他他想给打我 你为我做主啊 秦先言 咱们将您的第一大美女 哎你看这就是找一个老啊暴力狂 跟着他太可惜了 我大少 我大少 就是那个四大家族 何家的大少爷 这是这些 新年 你怎么跟何少爷说话呢 曾经到现在有事物 定位就是个三名字 如果抱上何家这种大腿 那咱们后半个字 你把这 不像有些人 就是三个钱 一天到晚只会吹牛 一无所有了 吹牛这么大了 没错 他现在 就是一条没毛的狗 跟我吧怎么样 少爷 我没灭你何家 你迫不就在想死了是吧 妈 既然敢动我 你告诉我 前些年就让破晓我要定 走开 少爷 走死 完了 你这个废物 觉得大了何少爷 这场真的完了 新年 怎么给你走 别怪这个废物了 你怎么那你干什么去叫人 哦 跑啊 跑啊 小子 你都敢啥子啊 那也怎么样 我妈谁弄死了 弄着干什么 上住手 老权 这个叶家丧家群 冒住大人我 他还打了我 瞎 不也 叶先生就是我们要等的大人物 他就是丧家群怎么可能是大人物 还不可以给叶先生道歉 新叶的 我给你赔个不是 好 申生意见 叶先生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啊 你饶到这次 我妻子 今天先废你一条胳膊 如果再有卦子 必死 回去告诉你的家人 让他们脑袋在脖子上挂好 我会随时取取 叶林天 我告诉你 咱们一定弄死 你还敢放死 给我拖下去 打断他的胳膊 老权 让他知道 从这就得罪叶新参的下场 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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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我告诉你 龙天爵大人住关之时 就是你的死心 你咱们死定了 老权 放开我 我告诉你 龙天爵大人住关之时 就是你的死心 咱们死定了 哎呦 龙天爵 他是龙天爵派来的 我听说龙天爵的武力含有敌手 你放心 就算龙天爵亲自过来 我也让他有来无回 吹 接着吹 龙天爵大人 那个是龙天爵 觉得挺帅的 你个上架权 听什么 龙天爵大人 算结议论 别想看 现在不好意思 看 但我给你看旁边的样子 我咱们现在去看看 哼 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叶雪之路 这就是你要的价值100亿的一号别墅 林江市仅此一套 绝无精 多多少个亿啊 100 路上 我天爵 100个亿 下不这都没了吗 您怎么这么有钱 我说我是神弟 你信吗 神弟 就是那个征战5年 统一苦含16国的神弟 哎呀 我的妈呀 牛皮都垂头天上了哈 神弟你配吗 妈 你能不能不要说话这么刻薄呀 說的不是實話嗎 你怎麼不說他吹牛呢 剛剛何少爺說什麼來著 哦對龍天絕大人 絕對不會放過他 難不成你是得罪了龍天絕大人 哎呦心眼 聽媽的 咱們別說美了 咱趕你跑路吧 他得罪了龍天絕大人 人家絕對不會放過他了 咱們不是個別說美了 也夠怎麼花的了 媽你說什麼呢 我說的不對嗎 他這個廢物一天到晚就會吹牛 龍天絕大人絕對不會放過他 他活的長久不了 區區一個龍天絕 我還不放在眼裡 只要他敢來 我定讓他屍骨無存 你瞧瞧你瞧瞧 我說什麼來著 他竟會吹牛吧 心眼你聽媽的 咱們把這別墅賣了 夠咱花個三年五載了 好嘛 別說了 咱先看看房子吧 錢總 麻煩你了 秦小姐 客氣了 能為葉先生效勞 是我的榮幸 請 人家 秦老爺子 夜中天 可是殺死了我欧陽家人 現在連江陵總長 和護國軍總教授都敢殺 你說 他如果知道當年你也參與了那件事 會對你做什麼 你是在威脅我嗎 沒錯 就是在威脅你 你 只有夜靈天死了你才安全 那件事 才會永遠成為秘密 只有夜靈天死了你才安全 那件事 才會永遠成為秘密 你的命才能保住 你說不是嗎 你搞錯了吧 夜靈天憑什麼殺你家人 又憑什麼 殺江陵總長和護軍總教頭 如果我說他是神帝 你信嗎 哈哈哈哈 你當我傻嗎 神帝正在苦寒之地坐鎮 又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更何況 夜靈天不過是一個喪家之犬 幫我提起的還差不多 他神帝 他配 爸 我可聽說了 龍尊 女匹寶藏富可敵國 這個業家 我們現在殺了夜靈天 奪得寶藏 讓我們秦家 復興指日可待 胡鬧 你懂什麼 爸 想當初 想當初 我們秦家也是一等一的大家族 現在 不樂道不入流 都是他夜家害 這個仇 我們不能不報啊 瞧瞧 他可比你實實物多了 我可是龍天爵大人的女人 有龍天爵大人給我背後撐腰 你究竟在爬城了 如果我不跟你合作 你能幫我殺了 那我就把那件事公衷於眾 把你參與 謀害你夜長生的事 告我夜靈天 到時候 難逃一死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我 我跟你合作 我剛剛得到消息 夜靈天打了何家大哨 你們不妨就以此為由 殺了他 我想做什麼事 還輪不到你來支持點點 你別忘了 我秦家 雖然是為蛋 受死的駱駝逼馬了 你別忘了 我們也是有著多年的底蘊 哼 夜靈天 我一定要讓你不得好死 什麼 老爺子病倒了 哦好好好 我這就帶秦彥回去 媽 出什麼事了 老爺子快不行了 你快給媽回去 秦家的財產 不只讓你二叔一個人獨吞 你不是病倒了嗎 你怕我早死啊 爺爺 您突然叫我回來 還是有什麼事嗎 你還好意思問 還不是你這個野男人 打傷了何大哨 現在何大哨發了狠話 如果不把他殺了 就滅了我們秦家 你說該怎麼辦 那是他活該 秦彥 何家可是自然相信 誰跟你弟弟說這種話 你自己想死 別拉著我們 爸 這一切都是這個廢物幹的 你趕快把他綁了 送去何家限罪 跟人家解釋點 這些跟我們沒關係 不管我們的事 小子 你腦子在魚踢了吧 那可是何家 他們會相信我們的解釋嗎 那怎麼辦啊 怎麼辦 把大告放了話 他不介意新爺生過孩子 取了今晚送回去 把樹脑把大告給手上 這件事就算解決了 當然 你臨天必須死 是嗎 來 我就站在這裡 我看看你敢不敢動 你 新爺是我的老婆 有我在 沒有任何人能動他 你要是不信大可以試試 看我敢不敢殺你 你狂妄 你以為你是誰啊 現在和大少發了話 如果心言不足 就滅了我們的全族 你說怎麼辦 簡單 何家要滅我十族 在此之前 我將他們何家人全殺了就完了 哈哈哈哈 還真是狂啊 就憑你還滅何家 你以為你是誰啊 啊 你以為你還是當年那個高高在上的列家大少爺 真是狂啊 讓這是過家家 說滅就滅 是死活的東西 一天到晚在說什麼呢 爸 這一切都是他說的啊 跟我跟心言沒有關係 原諒 林天說能解決就一定能解決 因為他是神帝 原諒 林天說能解決就一定能解決 因為他是神帝 哈哈哈哈 新言 你知道神帝在操著什麼嗎 那可是 古汗十六國的共同 能依震九州的大人 他 是神帝 林天他真的是神帝 姓緣 你這個死丫頭 你還要丟著血到什麼時候 算了先生 沒有必要非君傻子解釋什麼 就是這什麼 信不信現在就弄死你 好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現在就弄死你 啊 啊啊啊啊放手放手 放手 啊 看著秦甲大人這種垃圾 滾 爸 這些都是他打的 跟我和欣燕沒有關係 你們要殺要拔 隨便 那也不好了 何大少帶人殺進來了 爸 我一定不是說何大少也是他的人嗎 他怎麼來了 我需要的真的嗎 荒手 冰來降噪 水來突然 爸 我跟何大少還有一些交情 只要咱們把新年一家交出去 問題應該不大 秦家人 來受死 同校還記得我嗎 上次吃飯的時候我就坐您隔壁桌 你看 您能不能看在我的臉子上放過去一邊 當然 新學員一家交回任憑處置 就你 也不需要我病 啊 何大少 但是人到我家來 我會入院啊 陳小董 你少坐著 我已經讓人跟你帶話了 讓你把甜心炎送到我府上 你摸送什麼呢 可是啊 不是我們不想啊 是這個 葉家雲孽從中阻攔 他 他很能打 我們沒有辦法呀 啊 還有 這個葉家雲孽他還揚言 要滅了你們何家 你快殺了他 你怎麼 你怎麼了 堂牛路的褲子 地獄無本你偏要闖進來 還不知道是誰死 啊 看到了嗎 我還沒記住 你還能打是嗎 看你是不是打得過他 實相的話 我到底信 不然的話 我願意不得好死 無藥可救 上 是標籍小隊哪個憤怒的 還知道標籍小隊有點堅持 告訴你無妨 我們是獵狗小隊的 不想死 就乖乖的跟和尚跪下來 或許和尚仍死 可以放了一小活命 獵狗小隊 很好 那真但 我們也看清楚了 我到底是誰 你還想說你是神帝嗎 看來河道上果然沒什麼錯 這傢伙 到處照耀照片冒風神帝 殺了他 你暫時為我們苦寒之地請你們護了 這個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接著住我的牽頭 到底是誰 什麼 是誰 剛才你自己不是已經說了嗎 神帝 你真的是神帝 獵狗小隊 正獵狗 殘疾神帝 獵狗小隊 正獵狗 殘疾神帝 什麼 他是神帝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神帝 他只是情家的一條狗而已 你們給你搞錯了 幹什麼 嚇了你的狗野人 竟然敢嗎 神帝你找死 神帝我得有罪請一字 完了完了 爸 咱們怎麼辦啊 我讓你見人 看我 別說 讓他們當 我們也當他們不存在 免得 是不是 看 神帝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神帝 他就是一個喪家錢 還敢把神帝 你是不是用我死在你的嘴 你們擋著 我要你們都死 看了什麼啊 如果你這次叫人人太弱的話 你可就死定了 我們就等死了 你真的是神帝 神帝是不是很有錢 你告訴我 你有多少錢 沒錯 我就是神帝 錢在我眼中 不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像白衣像便宜 他都是生意 哎呀 你真是太厲害了 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婿 錢你那麼有錢 給媽一百個一 花花怎麼樣 媽你說什麼呢 電靈天就再有錢 那也是他的錢 你怎麼能張手都要 你去給丈母娘留花錢 那是天丁地 怎麼了怎麼了 一百億零花錢 那還不是毛毛雨嗎 我看看是誰 人在這裏握住神帝 奇麗師 你怎麼來了 這個廢物 我讓你保護何大少 你是怎麼給我保護 啊 學長 何大少得罪了神帝 我也沒辦法呀 神帝正熟在古藩之地 怎麼可能在這裏 你腦袋是不是被驢踢了 還是他們進水呀 是假的 是假的 廢話 海南無敗 莫無神帝 我終於走出 什麼 你是爆牌不 你是假的 好的嘛 別說了 哈哈哈哈 天天天 秦先生 可是 戰神 標旗 猎虎小弟的對著 跟神帝呢 是好兄弟 這回我看你怎麼裝 我看你小子 有兩把沙子 在 苦寒之地待過 我就是你們口中說的神帝 神帝 想當年 我跟神帝 一起喝你吃肉的時候 你小子 還不知道在哪玩你 我告訴你 我跟神帝 一起攬過槍 一起打過炮子 袋子凶食 哎 冒充守地 那可是死 算 罪 還有你們這家 這你家全都是廢全貨 你跟你終於犯了 行李長 這個家伙不成死地 這可是死罪 你快殺了他 你們秦家 跟他半多錢關係都沒有 你可不要欺憐我們啊 聽到了嗎 他們都想讓你死 我怎麼不記得 我跟你吃過酒喝過肉啊 就你跟我喝酒吃肉 你也配 李長 這賊子冒充神意 真是該殺 可是 切切實實 拿著也沒辦法 還是你出手 殺了這個賊子 小事 膽敢冒出神帝 現在 就為苦寒之地 清理門户 苦寒神帝亮 代表神帝身份的令牌 他真是神帝 爸 是神帝令 怎麼辦啊 他不會真的是神帝吧 你怎麼會有 苦寒神帝令 齊天雄 見到神帝令還不跪 該當何罪 爸他是神帝沒跑了 爸你快跪一下 只要咱們跪一下 說不定他能看在心眼的份上 饒了咱們一條性命啊 爸 神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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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請你大人不計小人過 看在心眼的背上 饒我們一臉 你們都瘋了嗎 鬼他幹什麼 神帝 神帝 他真的是神帝 神帝 神帝 他這個令牌是假的 齊麗雄 你忘了天爵大人的話了嗎 他之前在苦寒之地待過 綁造一個神帝令還不簡單嗎 好啊 差點被你給騙他 竟敢偽造神帝令 他還不確定 警隊長 你確定是假的 我剛才還不確定 現在確定這是假的 神兵令長 你這個核能 他這個上面根本沒有 好啊 你這些居然 冒充神帝 算 居然還敢損照神帝令 你真的是險命活得太長了 隊長 殺了 一群寵貨 把琪琪琪弄过来 我要当着他的面玩弄他 让他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快上 琪琪琪在这 想死 我现在就成全你 爸 又别了 住手 想要什么 咱们和以上量 琪琪琪 你还愣着干什么 杀了他 放心 我这就杀了 某种兄弟的 叶家三家全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们已经上 上了 谁他们敢偷下牢呢 你今天想 你想谋反吗 谁他们敢偷下牢呢 你今天想 你想谋反吗 瞧一种对 人家怎么会来这里 莫菲 莫菲 莫菲才真是神奇啊 齐天雄 我再问你一遍 你想谋反吗 你齐天雄 你什么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肚子被人杀毁 那家伟大人 这都是误会 误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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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杀了你 是不是也算误会 小薇 神奇大人 神奇大人 神奇大人饶命啊 都是他 都是他捕获我这么干的 神奇大人 神奇大人饶命啊 都是他 都是他捕获我这么干的 齐天雄 你身为苦寒之地列武队长 却跟龙天爵来往密切 怎么 你是觉得我不行了 想令我提主 不不不 不 我生 是苦寒之地的人 死是苦寒之地的鬼 我怎么能造反呢 秦天雄 你当着天爵大人的命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 你给我造反 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天爵 当然是不会犯过你的 我死了 神奇大人 神奇大人别饶恕我 都是他 都是他一声闹话的 我把他杀了 神奇大人是不是饶恕我一命了 闹着神帝的面杀人 齐天雄 找死 神奇大人 我们是琴 都是琴队长 都放我们才犯死的 鼓起姓 去杀地赎罪 周先生你不杀钱 把这两个垃圾给我带走 不是 完了完了爸 这回是真完了 灵天 看来这次他们是真的要对你动手了 你放心 去去龙天爵 不用担心 今天 又有你放过我吧 都是欧阳静 只是我们干的 你要杀就去杀他吧 真的 我们都是被逼的呀 我闭嘴 也是臭 真的是 事已至此 我也没什么 是杀是我 你随便吧 爸你在胡说什么呀 神奇大人 神奇大人 把他老糊涂了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这件事都是欧阳静 蛊惑的 真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呀 真的 你给我避嘴行吗 爸 你打我干什么呀 您想死 别拉着我呀 姐 你快要神奇大人饶过我们吧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呢 我毕竟是你的二叔啊 不好意思说是他二叔 要二叔把他牵直 就在男人床上了吗 错 是 好女婿 别管他们 把他们都杀了 这样 亲家的家产都是我们的了 妈 你胡说什么呢 那天 怎么说他们也是我的家人 要不然这次就放过他们吧 是啊是啊 毕竟血流与水 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 您就放过我们吧 好 今天我就放过你 但你别忘了 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 先一 先一 强威 我以后不想再看到这副嘴脸 神帝放心 笑着我 你刚刚在这我看到你们 爸 爸 你看他呀 你看神帝大人太猖狂了 爸 你都把我脸成这样 我还没有结婚呢 没结婚求他媳妇 怎么给你再弄些蛋呀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扯祸 叶灵天是神帝 就凭他现在的能力 咱们根本就懂不过他 您的意思是 借到杀人 给欧阳靖打电话 快 好 宝贝这么生气干什么 真是废物 连一个叶灵天都搞不定 秦家不过是炮灰而已 你还真指望着他能帮你杀掉叶灵天 那现在该怎么办 钓鱼需要有耐心 你放心 龙天爵大人神奇妙酸 已经安排人再拆叶家旧宣 到时候在叶家旧宣上杀掉叶灵天 送他去见叶家一百余寇 好 叶灵天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一定要让你死 神帝出事了 赵家的赵衡带人去老宅 他们要拆了叶家老宅 出去下 你们 你都 你们都不要过来 你们干什么 你们再往前走 我就死给你们看 老家伙 你倒是点啊 我赵家要拆的房子 就凭你个老家伙也想阻拦 你真当我四大家族是吹的吗 赵衡 你们四大家族 咱俩会照报应的 报应叶家都被密门了 我能有什么报应 难道你死后要化成鬼来找我吗 没错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等你死的那一天 我会在阴间等着你 老家伙 既然你想死我就帮你一把 去 把油到他身上 你 死 呗 赵衡 你们 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 不得好死 你们 陈衣你没事吧 少爷 你回来了啊 你一定要阻止他们 不能让他们把老宅子给拆了呀 想要救这个老东西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都诚意 找死 你不过是叶家的一个杂碎 也敢阻拦本少做事 该死 你这眼神什么意思 你是要听那老东西报仇吗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你走死 啊 你 今天你 今天你逼死 都在这干嘛 给我上弄死他呀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你走死 你 今天你逼死 都在这干嘛 给我上弄死他呀 呃 啊 呃 呃 说 谁派你来的 我说 小微 以我挡到他说为止 别别过来 我说 我什么都说 走陈衣去医院 走 我说 说 谁派你来强拆我叶家的 是是我妈 都是我妈 都是他让我过来的 这就是跟我没关系 你放过我 赵锦律 你敢强拆我叶家 必死 我 对 我妈现在就在警察集团 我带你过去 我是无辜的 不着急 你们赵家我一个都会放过 先送好咱俩的账 你不能杀我 百夫长是我干爹 你要杀了我 他不会放过你吧 百夫长 你们四大家族人可真可笑 动不动就拿全是压人 我最后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你现在打电话让他过来 这 真的吗 我耐心有限 你最好让他快点 我现在就打 喂 赶紧 你快过来 我快被人打死啊 什么 谁敢动 大儿子找死 马上过去 我 我赶紧 现在就过来了 他可是八星战神出生 以后他过来 你一定不会放过你 叶敌倩 你会为你的朋友付出代价 我等等 我一定会为你的报仇 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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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连我们好歹干啥干爹 干爹 救了他 给我杀了他 好你个狗贼 竟敢欺负我的儿子 你今天必死了 给我杀 你们要杀我 神帝 你们敢下跪干嘛 快弄死他呀 混蛋 蠢货 干爹 你打我干嘛 甭啊参见神帝 神帝 干爹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叶家那条上家犬 怎么可能是神帝 哎呀 你害死老子了 还不敢给神帝下跪 干爹 你真的认错了 他真是叶家一条上家犬啊 弄我的屁 老子就从寒地出来的 我那不是神帝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还一个费用怎么可能是神帝 他要是神帝 我就是叫我老子 可救药的东西 去死吧 神帝 神帝 神帝男人吸毒了 我不知道谁 我要知道是你 给我一百个胆 我也不敢冲撞你啊 你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换走是别人 就随意杀了 是吗 神帝我 神帝饶命啊 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谢谢神帝 您只要说一话 我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发布照例 又要清零锦和集团 是 我 都不想要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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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怎麼可能 你確定嗎 確定 百夫長親自給我打的電話 絕對錯不了 神帝叫你 難道 媽 一直有傳聞說 葉家那個雲夜就是苦寒神帝 你剛派了我弟去拆葉家老宅 你說 神帝不會真的是葉靈天吧 你腦子進水了吧 神帝實力強大 如果葉靈天真是神帝 那神葉家怎麼可能淪落到如此地步 您說的也是 可神帝無緣無故的 為什麼要清零我們井河集團呢 神尊將退 神帝和龍天爵大人實力相當 我估計馬正是這兩個人 才給自己爭取後退 畢竟我們趙家實力也無弱 那如果我們面見神帝 龍天爵大人一邊怎麼說 不管這些 要不然我們都得對不起 先迎接完再說 走 準備一下歡迎儀式 好 一會兒神帝來了 一定要好好表現 這可關不到我們趙家的未來 媽 你就放心吧 一會兒看我表現就行 愛媽 來了來了 夜靈天 這是你該來的地方吧 趕緊滾 滾 對 趕緊滾 不滾 我現在就弄死了 巧了 剛才有個人也是這麼跟我說的 現在估計已經躺在太平間了 哈哈哈哈 就要拼了你這個廢物 也能動他倆我照 家人 你怕 不是被我弟打傻了 神知不清了吧 啊 好愛 我的好愛 我殺了你 媽 大人物馬上就要到了 要是讓神地看到後 恐生是端 今天天 我怎麼在這兒 我們趙家人 迎接完大人物之後 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今天算你運氣好 這樣你可以多活一天 還不快滾 我就是你們要迎接的大人物 哈哈哈哈 就你 你也不照照鏡子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就是夜家的一條 喪家拳 來人哪 把這個無知的小孩給我拿下 接到跟神地 親自割下他的人頭 你騙我的行 慢著 乾爹 你來的正好 快把這殺了我弟的殺人犯拿下 免得一會兒叫了神地 你 誰是你乾爹 暴龍剛 你是發燒了還是老糊塗了 你哪有女兒做什麼 趙家一家子 全都是蠢貨 就該死 暴龍剛 你是妹子 我告訴你 你說話叫你分寸 別殺了你我倆家的和氣 暴龍剛拜見神地 行了 起來吧 大膽 你母女倆見了神地 還不趕緊跪下 他真的是神地 他是來興師問罪的 媽 我們該怎麼辦 即便是神地 又如何 這 可是龍長江營 是我四大家族的你 清高皇帝人 他憑什麼鬥都給我照片 憑你暴龍剛 這個小小的板子長 哈哈哈哈 念在我們多年的交情 我最後再奮勸你一句 趕緊 給神地跪下認錯 這是你 最後活命的機會 我告訴你 別做我閒事 不然今天老娘 連你一直殺 神地 我願請櫻捉拿趙家母子 哈哈哈哈 就憑你們幾個傻瓜牙腳 別想給我比趙家鬥 簡直就是趁人說話 神地師哥 我今天就宰了你 給我弟行進 對神地不敬 你啊 以前 我敬你是我乾爹 給你點面子 今天 讓你開開眼 瞧瞧我真正的武學修為 你不是他的對手 把你們趙家所有底牌都拿出來 啊 不要 不要 我的天 太弱了 不要 我的天 太弱了 跟我動手 就要做好死的覺悟 我是趙景玉 現在馬上聯繫暗網十大高手 趁十個億 你最快的速度 十分鐘之內來到我的面前 去想 你明天的狗狗 就算是神地又如何 神打又如何 謝謝我們趙家 卻請暗網十大沙 我要叫你碎尸混亂 被我的一雙恩女報仇學恨 你就等死吧 十大沙 你說的是那個只會躲在暗處的臭臭嗎 你就嘴硬呢 你不是想知道我們趙家的實力嗎 我現在拿出來了 趙家 你倒是接著呀 忙不長 你是準備受死嗎 看來 神地 也不過如此而已 你們趙家很有錢是吧 那我就讓你們趙家破產 兩分鐘內 讓趙家的財產清零 真是笑話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趙家到底多有錢 我現在就讓你嘟嘟兩分鐘 到暗影十大沙王一到 就是你的死機到 人呢 怎麼還沒到呢 什麼 沒收到錢 怎麼可能 不好了不好了 雞坑破產了 什麼 你非要跟我們趙家 到了你死我活不可嗎 他說 是你死 我活 如果沒有其他 那就上路吧 是 寶龍哥 你不能殺我 我們十七年的交情 你不能做得這麼絕 在你得罪神地的那一刻 我們已經沒有交情了 寶龍哥 你身為百部長 諸宙為戀 知道我做暴影的 不 我由你趙景玉 遭的暴影多嗎 神 神地 你饒了我吧 我真的不想死 我讓你們趙家破產 你死了嗎 我我我死 要你讓我贏 我就是你的一條狗 你讓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做什麼 趙家 全部滅殺 廢物都是廢物 龙天爵大人要你們何用 寶貝那可是神地啊 沒有龍天爵大人的幫助 我們拿什麼跟他抗和 不行 龍天爵大人正在突破緊要關頭 誰都不能打擾 現在殺不了夜靈天那個廢物 我也要讓他難受 你 想辦法把夜靈天那個廢物的老婆 和女兒給我殺了 我不是 你這是讓我去送死 如果你不去 等龍天爵大人出關後 讓他第一個就殺了你 還有 以後不准再叫我寶貝 小小小 小小 你在哪裡 別嚇媽媽了 咱們該回家了 小小小 心眼和小小呢 他們不是早回來了嗎 我沒回來的時候 小小吵著要找你 心眼就帶他去公園玩了 可是我電話也打不通 去公園也沒找到 我告訴你啊 我女兒和小小要是有個什麼事 我拿你沒玩 媽 媽你先別急 我給你五分鐘 立刻調動江臨所有監控 查清我老婆和我女兒下落 你還愣著幹什麼 幹嘛去找啊 混蛋 媽再等等 你放心 有我在心眼和小小不會有問題 說 直幣查到了 請小姐和小小被何家綁架 立刻調動人馬 所以我踏平何家 請小姐 秦小姐 不愧是江陵出了名了媚女 這個身材 這切實 你是誰 我女兒在哪呢 你男人殺了我的兒子 斷了我和家相互 如果你今晚為我和家 immen香火 你的孩子就沒事 如果你不願意配合的話 你孩子的安全 我可就不敢幫他 你要幹什麼 把我娘還給我 出手 機會我給你了 你若不珍惜 將收到的是一具小屍體 小小 媽媽媽媽 放在我呢 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你如果不答應我的手間 下次見到我們 就是一隻小屍體 你別 你別傷害他 你讓我幹什麼我都願意 自己把衣服脫了 過來服侍我 你別傷害我 這是我 就是我 我 你把我 你把手當我 這個廢物 馨顏 你我在沒事了 我小小小小在裡面 沒事 媽媽在媽媽在 不要過來 你幹嘛 說我妻子 殺我葉家一百零八口 今日到了血寨血長的時候了 我 南疆死世 沒錯 這就是南疆死世 不死無念 因為我何家多年定誉 是你這小孩能夠造詞嗎 我告訴你 像這兒不死世 我慢慢還有三百個 殺我二道我何家香虎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這個廢物還有什麼本事 三百死世又如何 竟是你有三千 三萬 竟是我必殺你 哈哈哈哈 可笑 就憑你一個人 還想對抗我何家三百死世 不上 誰告訴你我只有一個人 陳薇 誰 忍不忍鬼鬼鬼的東西 給我死 沈弟 你帶騎腳也先走 我來斷後 他的弱點在眉心 就算你殺掉一個有多好 我還有三個 並且他媽每一個人弱點都不一樣 就算你們兩個再能殺 我今天耗 要把你們耗死在這兒 就有誰告訴你 我只有兩個人 我只有兩個人 老爺老爺不好 外面來了很多人 到底是多少人 說是說說不清 我只有兩個人 我只有兩個人 除了人 還有很多大刀和戰車 就算是神秘 他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掉進這麼多人 展薇 告訴他 今天苦寒之地 出動了多少人 回函主 這次出動十三處分店 共計三萬五千人 龍門炮六千門 戰車八千輛 聽明白了嗎 那又怎麼樣 只要抓住你這個神秘 他媽就不能幫我走 來人 把他媽都抓到 來人 老爺那些死事不會都被 什麼 不可能 來人來人呢 別叫了 就那些不人不鬼的東西 幾泡就給了 啊 那些死事都是不死不滅的 神秘 除了何澤華之外 何家所有人已被全部剿滅 好 神秘 不可能 神秘 神秘我錯了 放人了 就是我要去那個死劍 入獲 不說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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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神秘我錯了 神秘神秘 沒想到神秘帶人這麼著急 竟然親自找上門來了 只是何澤華綁架我妻女的人 是你嗎 哈哈哈哈 小上 只可惜何澤華這個廢物竟然敢武力我的意 神秘 你不是活該 找死 怕我 要來啊 殺你可惜神秘動手 這兩名的事 你知名為神秘 我小心 如果我會猜錯的話 你身後這兩位應該是至尊此事 現在你快死的份兒上 有個大殺十倍的痛苦 這就是自尊此事 他們是龍天爵大人親自練習 其實力可比天犯同天人 天人 在我眼中 一樣如虎龍 到龍頭還敢嘴右 用炸他 至尊此事不死不滅 你再龍大人無盡 今天 沒想到至尊此事的弱點都被你們找到了 炒真掌 先炒我去 我殺了 我的私名是我 別零天 我倒有一個情 今天 就讓你死的冰塊 不然我 我 我…我生疾風 我看你 我业家108颗星都在你身上了 你那天不过那傻我 业家有个天大的秘密 只要你别废话说 这是苦悍之力的黑钥匙 你们藏着一个照着大灵 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